哈囉大家好 今天我就是 沧海阿翔 拍這部影片 給官方一個小建議 好不好就是講很久還是關於 22TOP卡這個 還是給一點小建議 就是我 我們來看一下 這一次的活動 那我們是可以拿到 22TOP 22年4月TOP 球員包嘛 那我們可以看到其實它這個卡出的 蠻漂亮的喔就是 2022年的是紫色的 跟我們就是 跟我們就是 跟我們就是其他年的 我現在沒有 那跟我們其他年的不太一樣這次是紫色 那它既然卡包都已經 就它的卡包是紫色的 那紫紅色喔 我覺得蠻漂亮的那 我覺得我們的卡是不是也 可以改變成紫紅色 而不是原本藍色喔 就是希望 這個第一個建議啊希望官方 可以調整一下你看 是這個顏色 就是只有 Logo的這個地方 Logo 反正就只有這個 就是Apple 4月這個地方是 TOP22是紫紅色 那我覺得卡 卡也可以變成紫紅色的喔 因為那紫紅色很像 蠻像那種 夕陽的 圖案還蠻好 夕陽的顏色還蠻漂亮的 現在差別就是在這邊 那你看它既然 這個藍黑色 那背景是不是也可以 背景是不是也可以 稍微改一下 這是我一個小建議啦 因為我覺得 畢竟 它配的那個顏色 都那麼好看的 那 背景 換一下吧 做一個區隔啦 我覺得至少 會比較好看 就是純粹以 卡 當然不影響它卡值嘛 但是純粹以卡 卡像 來講的話我覺得 會好看蠻多 這是藍黑的第一點建議 那第二點建議就是 關於EX卡的部分 關於EX卡的部分 我覺得 既然 就是 突破是 非常高 那 我覺得它機率可以調高一點啦 因為 雖然說樣本數不多 但是三次 爆額三次 三爆三 我之後 如果有的話 會繼續做實料 三爆三 然後 這非常高的機率 就是你非常高的機率 至少 我的認知是非常高的機率 大概至少有個八九十趴吧 就是非常高 非常容易重嘛 好啦 也有個七十趴 那 好就算了 那三次嘛 那我之後樣本數再多 我是覺得機率可以再調高一點 畢竟都非常高 那 另外就是 另外就是 欸 關於 強化的部分 真的 1加1跟2加1太容易爆了 真的 我建議是 但是 這個非常不容易爆了 那正常來講 應該是機率要調高一點喔 這個也是 我的疑慮啦 好所以這三點就是 就是希望官方可以改善喔 改善的部分 因為我覺得高 就是你 你那個機率 1加1真的要爆 真的 真的非常容易爆 是真的 1加1啊 2加1真的非常容易爆 反而其他 練上去的 爆的機率比較沒那麼高 好啦那今天影片到這邊 就是大家 如果對於官方有什麼建議的話 也可以在影片下方留言喔 那 今天影片到這邊 如果喜歡影片的話可以按個讚 按個訂閱 也可以開啟小鈴鐺 這樣才收到集資訊論之後 下次再見 拜拜